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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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样的讲演 十分荣幸 不过我今天对各位呢 我也不是要讲这个佛法 我要赠送各位 一个礼品 禅师一朵话 我向大家献花 猪供养种 香花供养 给大家计愿 陈 他不是 释迦牟尼夫 印度的 他也不是说 佛教主流的 陈 应该 他说 中华文化 陈 应该是 你们大家 人人主流的 就是说行 陈行 无论什么事情 这个世界上 种种的 形形色色 不过 不过假如有了陈 那个说有陈味啊 你吃饭吃喝茶 有了陈 这个饭的味道 茶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你讲话 对了 你有陈 有幽默 有 另外的 一种意义啊 它未来又不一样了 我们的 这个心 这种意义呢 等于刚才我们 林小长 我到的时候 他就 讲了 这个 陈的 意义啊 你没有陈 陈 看上是神 看谁是水 到了你 陈城以后呢 看上不是神 看谁不是水 等于你 悟到以后 看上又是神 看上又是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没有 陈城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的 宇宙万有啊 对了 三就是三 谁就是水嘛 这是形象上的 到那里陈城以后 当于科学家 研究 这个什么东西 它不是完全 形象上的 它可以特视到内陈 所以陈城以后呢 他闪 不是神的样子 谁不是水的样子 它另外有一份 闪水的境界 悟到以后呢 这个城 没有破坏 这个宇宙万有 它只是 可以特视它 神城的 解释它 它凡事都肯定 神就是神 谁就是水 在宋朝 苏东后 居士 大学士 他也类似 这个 秦云行史 刚才说的 三十三十岁 十岁的 他用史剧来形容 你没有 产生 一切 用这个 庐山啊 这首史说 洪汉成岭 赤城府 云境高地 皆不同 不是能 庐山 正名 只愿 深圳庐山走 就是我们呢 像两个眼睛 我们可以看世界 看人 看不到自己 看到自己 看不到自己的心 实际上 我们人生 主在我们一生的 就是我们的心 这个心就是禅 苏罗牧 苏罗牧 1月 第2首史说 卢山 阴雨 即将潮 魏智 清澎 恨不小 即自归来 无一世 卢山 阴雨 即将潮 这 等到产生以后 他 就 原来如此 他悟到了 就是这样 正宗到了 悟到了 以后的境界 他又提审 也有一次 基于说 西神 尽是 广场寺 神是 无非 清净神 他说 西水的声音 都是 佛陀说法的声音 宅一百万四千计 他如何局势呢 就是我们所辜去 成熟的国家 给我们的恩惠 给我们的哲批 社会 老师 父母 给我们的养育 给我们的成长 世中工商朋友们 供应我们的人生的养肤 主要的 对了我们是如何 我们也来报答给别人 这个禅 它是不分彼此的 它没有对立的 它没有失控 实际 有过去 现在未来 空讲 有东西南部 成 都是名出了这许多 外乡 粉笔 这个成立 它主要有两个 重要的 交代我们 第一 第一 要自教 第二 就是要误导 我们 这一生 说靠父母教导我们 你自己不需要好 不向上 就是有好的父母 我们也不能成财 我们到了 学校里面 明实的教导 假如我们自己 不自重 不自准 不自物要求 我想 学说靠父 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 这个臣 它也是一种教肴 它重视 自教 要自己 对自己 有交代 自己 要做自己的贵人 求人不如求己 就等于 好像 你想我现在身上有一个念主 有的菩萨 像顾世音菩萨 他也拿了一个念主 我们念主 可以念顾世音菩萨 顾世音那念主 他念什么呢 他是你公私营 所以 为什么公营 自己 要念自己呢 这就说明 求人不如求己 我愿意 尘 他不求人 不求我文君 要遭到自己 要认识自信 我刚才说 尘 他不是印度的 印度当初 释迦牟尼夫 所以在灵散会上 他与一群大众啊 也说 他说 我有一样东西 这个 不利于英文字 是教外必传 这个听众当中的 那个大家事 所谓的宁华微笑啊 尘迦牟尼夫 发明了啊 这个悟道 但这个是讲的行 在印度外没讲成 成是种国的 所以我感觉说 是种国文化 成到种国 佛教出种种国来 有多少 有多少 引进分析的 在家的 出家的 他们悟道了 悟道了以后呢 就从 所以 戴牟 这个大使啊 你来了以后 城门就是一华 无一 五种气派 就这么样子 把这个 中华文化 这个 成型 整开来 做一个 他不讲究成夫 他讲究你要悟道 这个悟啊 就我们平常 也都会说 我明白了 这一点就是 不要说悟了 我懂了 我了解 这个是 知识 知识和悟道 还有不一样 即将 过去 过去 不但 过去 像薛德斯啊 薛德重庆 城市 就是近代 太学大使 太学大使 他在葡萄山 闭关 他就是悟道了 胡锡 知道他悟道呢 他晚上在那里做禅 因为他做了第二天 人家做糟口了 他以为 现在大概 八种乔班 叫大家安心了 在他的这个 承受的里面 他忘记了诗家 他没有了对待 所以 所以悟啊 我的意思就是 好像 过去的 很久很久 一起的事情 我悟到了 他好像 都有复兴的 我的安心 很远很远的地方 人啊 事啊 他在一个悟道 在里 心情里面 就是 云这个室空间 他慢慢 又向他来挤走 复兴在他的前面 所以悟道在 他就超越了 这个人我社会 超越了 失控管制 甚至 绅士 都 不在他的 这个 计较之走 我这里啊 举几个例子 说明这个 这些悟道在里 这个人产是怎么样 有一位 悟渊 守住 这个城市 这一个人 他有一天呢 在这个 大教城市 的地方啊 消道 消道好久 好多年 都不可恶 这个老师啊 也管你 就 想要 启发他一下 他说 白云舍顿啊 他说你的 舍贫 查灵 玉城市啊 当初 是怎么样 开悟的呀 白云舍顿就说了 他说我的 舍贫 老师 他是在一个 脚别 舍了一脚 这个舍了一脚 这个舍了一脚的 那个时候啊 他忽然 在悟了 这个悟啊 就是等于是 许王的世界 或许王的世界 没有了 启印了他的 前面的又是一个 广明灿烂的世界 他会知道呢 他说了一声 史记 这个史记说 我由民主一口 久比城牢丰收 而今 这个 过去光神 做不善和万度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一个心 给这个世界 无名城牢 封闭了 所谓清零暗色 一等即明 这个忽然 我的心等亮了 这个城牢去了 各位去除了 我的光 心光啊 招呼了 是说 风光铺招了 这个 这个老师听了以后啊 他就 哼哼哼哼哼 就走开去了 也没有批评 没有义论 这一下搞得这个 报应手朵呢 放不下 我难道 我难道有说 出什么吗 为什么老师刚才能够 不跟我回应 用那种笑声 哼哼哼哼 这个好像 不能叫我不了解 就因为老师的这么一个笑声呢 他翻也吃不下 脚也睡不住 就是想挂灵 这个老师是什么意思 实在忍耐不住了 他就过来就问老师 你 听我说了 我的师父的这个规律啊 你笑 请教 什么意思 老师对他讲 他说 不云生多难 我们的庙的前面的广场呢 常常有走江湖的人呢 来真的就玩了个 合把戏 摆扬这个动作 摆扬这个动作 为的是什么 要把他广众的哈哈一笑 他说你产生这么久了 我就这么一笑 你这么饭也吃不下 脚也睡不着 你那个玩合把戏的小丑 都不如吗 不云生多余罪 赢下呀 解放 忽然悟到了 悟到了 这个臣们的悟到 很奇妙的 有的悟到了以后 哈哈大笑 有的悟到了以后 痛苦流涕 有的悟到了以后 可能说身心脱落 可能这个宇宙什么 可能没有了 或者又会提醒 于这个 哦 神一个没有 没有粉碧 像 这个 陈 所以 他也不讲 紫色 不讲粉碧 也不讲什么 警人 就是你找到自己的心 明白了自己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赵州城市 和他的一位徒弟啊 叫文艳 一个弟子 两个人坐在那儿 就谈善认闹 有一个信徒啊 就送了一块冰来 供养 这个老师说 这一个扫兵 我们两个人 哪一个人来吃 那个文艳 弟子说 大人若是你吃 他说不行 我怎么能 这个 三分四度 七分倒有 我们平等 我不能吃这个病 这样好了 我们来大度 哪一个人 赢了 就来吃这个病 徒弟就问 什么毒贩呢 沼州城市说 我们来把自己的 比 谁把自己比得最长 最臭 最下金 最不好 他就赢了 有这样的毒法啊 徒弟就说 老师 好吗 怎么比 你先来好了 赵州城市就说了 他说 我是一头驴子 我是畜生 牛马 我是驴子 徒弟就了 老师傅 把自己比成畜生 比成驴子 那么自己怎么比呢 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他说我是驴子 他说我是驴子的屁股 意思是老师你是头 我是屁股 我比你差 这个时候一听到 徒弟就说 比这个屁股 那自己怎么比呢 他说我是 屁股里的大便 大便又长又臭了 土地更后就说 我是大便里的取员 取虫 有个更加的 在这个大便里面做取虫 这个老师听到土地比人取 再往下比 比什么呢 他就反问 他说文艳呢 你这个取在大便里面干什么 这个弟子就回来说 我在大便里成良啊 误导者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就给我们一个 让告诉我们 你像我们现在 坐沙发 又能去 这个中农的 屋子上的宿舍 但是有些对象 烦恼 不敢 不敢 挂你这个 挂你那个 这个沉 有了沉死 有了沉了 他在大便里面都能请良 都能沉良 都能自在 所以有了沉 所以有了沉 沉 无道德的沉死啊 沉灵水柄 这个游和武啊 他毫无挂矮 所以心无挂矮啊 没有恐怖的那妄想 他就很自在 他就很自在 这个在过去 苏东湖啊 和飞影城市 也有这样的一段事情 苏东湖 叫他自己修成啊 也有了行的 有了境界 他就 做了一尺死 寄收天中天 好广造大气 半风吹不动啊 你这一尺死的 你这一尺死的意思啊 这一尺死的意思啊 这一尺死就是你败了 败这个天荣之天 盛荣之身的 好像复苏 好广造大气 啊 我现在 这个广明好像照耀我 半风吹不动啊 这一尺死的意思啊 半风 不是东风 南风 西风 不风 是境界上 就是我们人情啊 常常给人家一句话 在欢喜不欢喜 就动摇自己 或者任何一点什么事情 自己欢喜不欢喜 就不自在 现在 书东摩书 我现在啊 把风吹不动 把这种境界的风 呃 泥水 苦肉 沉寂灰雨 泥水苦肉 你沉淡我 我也不一定欢喜 你疾风我 我也不一定生气 什么快乐 我也不动心 什么苦恼 我也不挂爱 所以 把风吹不动啊 我都路路不动 都路在吃净灵啊 坐在灵花上 很清净自在 清凉自在 他这一尺死做好以后 就叫鼠童 就叫鼠童 他自自自叫他 很有修行 鼠童 趕快乘船 把我这一尺死啊 送到蒋 蒋南 正蒋 金山寺 给分饮成死 这一尺死 这是个鼠童 母在讲破 现在的这个 瓜子 在那边 冰子在那边 住管 不过他现在也不 叫他自己修行 有来行的 跟他的老朋友啊 分饮成死 分享他的悟道 这个鼠童啊 这个鼠童啊 就赶快 坐船啊 封面 到了蒋南 走到这个 飞营成死 把这一尺死祭啊 给飞营成死 住此火山 飞营成死 看了以后啊 随便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叫鼠童啊 拿回去吧 鼠童就拿来 这个死啊 就回 这个 飞营成叫他回来 他就回来了 这个鼠童母 一看到鼠童回来呀 哎 你怎么快就回来呢 这个鼠童说 我就把死交来给飞营成死了 我又乘重回来了 他真的有讲什么话没有 就有什么回应呢 他总应该要 好像一直要赞美我的羞耻啊 鼠童说 他没有讲啊 哎呀 你怎么不听啊 讲几句话 再回来 他说他没有讲啊 他在你的死上 他有一些字 哦 拿来拿来 一看啊 上面写了两个字 很不好听 什么字呢 放屁 这个 我这个死 怎么 我直觉到我很有型的 你怎么说我放屁呢 大家这个老朋友 我准弄你 是死死 发死 成死 你不能这么出入 我 就骂我放屁啊 人来不下 鼠童 存在那里 让我自己来去 江南 金山寺 跟这个佛颖城市来理论一下 他到了江南 金山寺啊 好像佛颖城市知道他 要来 在那个门口啊 你看 哎呦 他消失消失 你不是已经把风吹不动了吗 怎么一屁就打够奖啊 所以 这个 成不是树的 树啊 有些人来 这个说音无效于 啊 这个 接着 指着 说的怎么好听 都没有用 例如 有一个 请人 小子 也在做餐 有一位 诚实 老师 老师 走到旁边 警告 就 跟这个 清零 责问说 他说 师父在这个旁边 警告 你怎么都不站起来呢 还是坐在那里 这个小生啊 他也没弄 他自己的 他的财销 他说 他说我没有站起来火赢你 我住到这里火赢你 就是站起来火赢你 一样的 他只以为这个 他说话很疾风 很巧妙 这个老师上去就一个耳光 但你怎么打人 怎么打我 老师 我打你 就是不打你 所以这个 这个不是趁这个科学指变的 这个臣呢 要有整的修养 例如 游民的 这个 一宿城市 一天和徒弟呀 出去存刀 遇到一场大雨呀 这个洪水泛安 把一道桥就冲断了 然后 使徒难跟走到这个湖边 看到河水 滔滔地流去 桥断了 怎么过去呢 正在这个 没有办法的时候 后来有一个很漂亮的 小姐啊 一位姑娘啊 大概也想要过湖去 看到桥断了 哦 大景色色 花容色色 大概也有什么解释了 这个一九三十九十 姑娘啊 你要过去吗 桥断了 我比你 我聊水 过去好吗 那个姑娘没有办法 指的好吧 就让一宿城 陈石 逼住她 聊水 在后面耿道的这个土地啊 不以为人 她心里就像师父啊 你平常叫我们 男女瑟瑟不请 这么久没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 你怎么也好像 你怎么也好像 吃她的豆腐一样 你也比住她 要过河 叫她师父 这种东西呢 可是土地洗的 就放不下 明天就为这个师父 不应该 隐形不移 这一天两天 一个月 两个月 几个月 三个月 终于忍耐不住 跑来问 师父啊 这次形容有一件事情 不明白 要跟你请问 啊什么事啊 她说 她说 你不是跟我们讲 男女瑟瑟不请吗 你这几个月前呢 你怎么进了一个姑娘 你可以被她过河呢 一小车车停了以后 抓紫一破 她说哎呀 你呀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把那个姑娘 逼到对岸 放下来了 你怎么可以 把那个姑娘 逼在你的心上 逼到三个月呢 这个可静那个 对了 这个有时候 从事项上 去 看这个城呢 是不能了解的 你要从另外的 这个 这武道啊 要武 要另外一个 它有一番道理 警戴城市 她很喜欢兰华 把这兰华呀 把这兰华呀 各种的品种 爱之如命 可是 有一天啊 她要外出 办事 她就叫她弟子 哎 你们要替我好好地照顾兰华啊 要交水 要交水 就出去了 土地要照顾兰华呀 大概很紧张 很忙碌 和不懂得防范 就把个兰华架子判倒了 哦 这个兰华 就 滴得 紫离破坠了 这一下 还真得 得了 把师父 心爱的兰华 弄得这么样的 破烂啊 师父 回来 不知道要怎么样生气 知道师父回来了 哦 赶快到门口 跪下来 师父 谁得这么处分 请你 不要生气 什么事 土地就说了 那个兰华 给我们 这个 砸坏了 滑架倒了 这个军备城市一听啊 他说 哦 他说我这种兰华 一是为了迷惑宽禁啊 二是为了供兰付出啊 我可不是为了神气 这种兰华的啊 这种兰华的啊 这个就是成一种成语 就是成的修行 有什么事情 我都能看得开 都能放得下 对 我不是为了神气这种兰华的 平常水灵的时候 我爱起兰华 但是我不会这做啊 我不会神气啊 就例如 一个 信徒 到一个寺院里面去访问啊 主持 请我复发 哦 年轻的主持啊 大人要接近 他能什么时候复发 他们站了一个老和尚 这个年轻的主持就跟老和尚 年老的和尚说 哎 去倒壁茶来 给客人 老和尚啊 就是倒茶 给客人 茶倒来了以后啊 这个年轻的主持就说 他去 再去一瓶水果啊 来去客人 老和尚啊 去去去一瓶水果 可是这个信徒 就是 非常 不能认同 这个年轻清醒的 随着是主持 对那个年老的和尚 也不应该这样子的 好像 呼叫 叫他做这样做那样 一定没有经老准嫌嘛 但是这就是客 这个年轻的 也不好仅是 这个提出 说明 这个年轻的主持在台南以后 就跟老和尚 您老的和尚交代 他等一会儿 你批这个信徒去吃饭 我现在怀疑什么事 要先离开了 这个书师一离开以后啊 这个信徒 就对那个年老的和尚啊 这是什么和尚 刚才那个年轻的主持 这是你的什么人啊 哦 是我的徒弟啊 徒弟怎么对你怎么没有礼貌啊 不不不不 我的徒弟对我很好啊 很有礼貌的 你看他命令你叫你去倒茶 他叫我倒茶呀 倒茶很简单啊 他没有叫我去扫茶 扫茶就比较辛苦了 这个信徒很奇怪 他不是又叫你去切水果 哦 他是的叫我去切水果 他根本也叫我去种水果啊 如果去种水果 就更辛苦 就更辛苦了 这个信徒一听 这这究竟是主持大 是你大呀 他说哎呀 我们出家了 还认什么大小 他离去请做重要的事情 我离去老 就做轻松的事情 就是倒茶呀 去切水果啊 大家分工合作嘛 假如我们中国的像这个婆媳问题 做婆婆的和媳妇 常常就有这个代格 假如能像这个老婆娘这样子的 有这种禅行 有这种 这个禅的修养 就没有 我觉得婆媳相处啊 甚至我们朋友相处 我们人物关系啊 就不会那么紧张 所以这个禅 所以这个禅 今天是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禅呢 就 好像 就是一盆火 对了我们这里 摆个一盆火 这个在客厅里面 你家摆个一盆火 那客厅里的气氛呢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 成就像一朵花 或者 这个 一幅画 你这个 一个民俗画家 画一幅画 挂在墙上 哦 不会生灰啊 这个城是什么 城就是那一幅画 你有了那个一幅画呀 你人生啊 这家庭啊 这家庭啊 这些客厅 就不一样了 城是什么 这女孩子 灵性的 啊 花分 化妆 城就是那个 那个花分 你有了它 你就更美 更漂亮 更漂亮 就好像我们吃饭 这个菜里面 放一点盐 放一点油 哦 这个菜的味道 就不一样了 我们人生 有了这个禅 对于我们这个人生 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所以 这个城 呃 不是想外面去找 要向自己心里面求 我记得 我在四多岁出家的时候 因为年纪小 小孩子嘛 常常的呀 我记得 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这个老师不做我们看 叫我们呢 要产生嘛 打住啊 眼光闭 闭闭闭闭闭 不做看 有时候的小孩子 他是难民 会等开眼睛 要看一看 他就 给你一个耳光 你看什么 什么东西是你的 对了 什么东西是我的 这些所有的都不是我的呀 不是我的 看一下也不能 这个老子他七少 不要看别人 不要看外面 看自己 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啊 看心 看里面的心 看里面的心 心也看不到啊 你心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会不知道吗 哦 心里面有什么东西 所以 参成啊 叫参啊 这一参 这一想 哎哟 我这个心 都激妒性啊 我觉得那个比我好 我都激妒他 哎哟 我都奉猛 嗔恨心 我都坦要醒 想要这样 想要那样 种种的愚痴 种种的烦恼 我很肮脏 我很无畏 游动公司这么扯肉 怎么办呢 就想到对了 我来出家 我要改型 我要修型 修改一下我的心 我要想辦法來對峙 我要用吸水的心來對峙我的彈藥 我要用尊重的心來對峙我嫉妒 我要用慈悲的心來對峙我的 是憤怒的 中國要用方法來改造我自己 改造我的心 這就叫慘慘了 那麼我想各位如果說能這樣的職務邀請 你自己是自覺的自覺 自悟就是會誤導 你臣服不臣服 臣服不臣服那不重要 你自悟的恩頓身性 那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信仰 實在說 人要有信仰 這個信仰甚至比我們的神明 比我們的金銀財寶 生主神明還要重要 因為有了信仰 人身就會不一樣 有了信仰 人身就會不一樣 有了信仰 世界上的所有的神明 人為萬物之靈 人頭頂鐵 就在大地 因為人可以有信仰 既然的動物 做馬尼和羊 他們 只能避潮體 它不能頭潮體 所以 動物 他們不動得信仰 當然 我們知道 付出也不是要我們信仰它 可是我們自己不能不信仰自己 你自己不能不找到你自己 所以 你能可以 成成 人 這個 財业 這個財业 像各位 加入對這個財业有興趣 就對找到自己 找到自我 有興趣的話 只要早晚 像早上起床 不忙下床 可以 這個推子盆起來 做個三分鐘 就坐在船上,腿子要盘起来,这样一上一下腿子叫胆盘,这样叫爽盘,这个比较不容易,但是不可以再有交叉。 这个生意或心意有关系,如果这个腿子再来一旁呢,就能说这个谨慎同意,心灵即走,党下呀,所以误在党下,能忍, 当下就会有另外一番,像很多会盘推子的人,有时候吃饭,看书,推子一盘, 实际上有一个感觉,腿囊在哪里,腿囊就是,我这么一住,当然臣不是住,臣是要明省尽心, 但是我那个讲的更高的境界呀,大家一时不容许,不过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呀, 这个臣,臣是我们人生的一朵花,心灵上的花,心花若放, 无道的人,就是在心里的花开了,心里的灯亮了。 今天在吉祥大学,我就是来向吉祥大学,欣赏我的这一朵新华, 对吉祥大学,和各位听众们表示我的经济。 祝福你们,谢谢。 好,感谢欣赏大师,在接近五十分钟的时间里面, 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呢,实践起来却有很大难度的一件事。 我相信啊,这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很关心的一件事。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说,认识你自己, 这是全部希腊哲学的一个源头。 我们在佛学里面,同样也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这是我们平静幸福的一个源泉。 因此呢,我想他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启发, 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个来听大师演讲的各位, 都会带着一个问题过来,来针对刚才他所讲的这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案例, 把自己摆进去,认真思考,人生的幸福的源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机会非常的难得, 所以呢,我们还想有一个互动, 就是刚才大师讲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 有一些很重要的,甚至是另题。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呢, 也请这个观众啊, 就特别我们今天的听众, 有一点时间呢,留给大家, 来向西云大师现场请教。 我们就要去开始。 大师吉祥, 非常感谢大师今天给我们讲的蝉的波罗智慧, 讲了很多蝉的波罗智慧。 我就想那个西云大师给我们开示一下, 就是说,对我们年轻人来讲, 怎么用这个蝉的波罗智慧, 培养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意志力, 像大师你一样能够做到难能, 难行能行。 好,感恩大师。 最后靠自己耶。 男性能行男人等等要自己, 别人帮忙不算啊, 所以陈就是的,对了,对于那个造者的城市,有人来问他怎么样子常常才能开悟。 他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回答好久啊,赞扬说,能想说,他不说,他说我们有时间回答你,我要去消遍了,他就在这里走走走,走了几步一停下来,他说你看,这么样一点小事到我自己去。 你能代替我小便吗?不能啊。你能代替我吃饭吗?不能啊。 这个做人啊,向上啊,奉发,勤劳,这个都要靠自己,成就是要靠自己。 所以我们即将大学啊,这些老师,他们当然学有尊敬,都是要靠自己。 当然,在这里的学生们,这个也能在粮食一有相处之下,这个季章大学的学生也在成长,这也靠自己。 所以我们,这个我刚才讲,求人不如求鸡嘛。 你怎么样子感到我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做起吧。 从自己做起。 好,谢谢。 我们下一位。 好,那个大师吉祥,大家吉祥,我这里有个问题啊。 有一句俗话叫做,嘴禅可以做厨师,人懒可以做禅师。 我相信这个懒肯定不是懒惰的懒,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大师你怎么看这样一句话。 这个惨,惨的人都要大智慧。 这个知识说城门呢,这个过去有一个城市啊,叫做南庸城市。 他自己做我很懒。 懒到什么程度? 他自己做饭,少了个彩虎啊,饮啊,把他这个眼泪鼻涕都留下来了。 我,你怎么不猜一下呢? 这个南庸城市,他本来叫泛庸城市了。 他自己给南庸。 他说我拿了一个时间,为这个寿人去猜鼻涕啊。 他说,他没有时间为这个寿人,寿人去猜鼻涕。 他这个他的境界。 啊,科技呢,对于这种,呃,事项上的,你说他是来吗? 他不来。 其实,他在用功。 你看到在那里,你看到在那里,煮饭,烧火。 其实他是在那里,只能在那里,在那里,产城,要去悟道。 这个勤劳,这个勤劳,混乱。 这个,我认为啊,这个,并不是忙到这个以后的舍忙叫弱。 那么,那个就叫做勤劳。 也不是说,从早到晚的工作,叫勤劳。 在复劳里面啊,在复劳里面啊,适当的休息,也是精进。 对于你的睡眠要做,你才有精神啊。 你的适当的休息,你才不会打瞌睡啊,做事才有精神啊。 所以,休息,这个沉住,定,沉定,它也是一种精。 用力,用勾,用勾,用勤,也很辛苦。 这个沉沉,在我的改教,我也会做菜,我也会做饭。 我的幸福啊,在八十年,她在杭州。 她吃,她会做菜。 那么,我也大概是她的遗传。 我对于这个,做这个菜肴啊,我也有心的。 但是,我觉得,做饭菜很轻松。 不忙。 成城,你看到,住下来。 用勤用力,都反而很辛苦。 究竟怎么样是叫做,勤劳,怎么样是难度呢? 这就看高兰自己去粉皮吧。 谢谢你。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下面还有一个,还有机会啊。 阿弥陀佛,大师吉祥。 借此机会,请问一下大师。 我们现在都在红尘烦恼中生活。 那如何才能保持像大师您那样的心态? 感恩大师。 谢谢你。 我也是很平凡啊。 我也很,自己很,觉得阿弥陀佛不够很多。 觉得人呢,要知道自己惭愧。 知道自己的不做。 或者我们能力不够。 或者我们指责不重。 我们或者对人不够好,不够慈悲。 做得很惭愧。 所以,我有一个小小弟的老师。 他结婚的时候,要我成了证婚。 我成了证婚。 后来,跟了十几年了。 他养了好多的小小孩子。 大概有五六个六七个。 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 他说,师父,他在有家很辛苦。 儿女很多啊。 好辛苦。 儿女有夫妻啊,怎么辛苦啊。 他说,现在像我们讲的,一开始吃饭。 这小孩子说,这个菜不好吃,那样不好吃。 先懂学习。 我叫他做父母。 做爸爸呀。 好难看。 要问我,可以什么办法教导这些小孩啊。 这个我也不太懂。 怎么教导这些儿女啊。 我也没有用过小孩啊。 没有这个不懂得教儿女的经验。 不过现在,他来问我,我是师父啊。 我啥能给这个人一避? 你必须有一个办法。 我说,我告诉你。 以后啊,在儿女的前面,便行着做爸爸的威风。 你反而用惭愧。 比方吃饭了。 你让儿孩子们。 对不起。 爸爸没有用啊。 做了一个穷老师。 卷金不赌啊。 不能买好的东西给你们吃。 这样子很对不起你们。 大概他是照我这样做了。 这么一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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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的。 你可以。 一不八十多的装编。 哎呀,不哦。 爸爸,你很伟大。 你很能干。 你很了不起。 哎呀,好吃好吃。 这个菜好吃好吃。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像我们,这个现在, 人无人相处啊。 都不要对立。 所以这个有情人嘛。 像做夫妻。 就是想爱嘛。 就好了。 对立,对立就要离婚了。 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讲的, 我自己叫做这个, 过去胡秦总书记, 提上这个和弦续会。 我又常为他这个和弦续会讲。 前面第一行讲究自行和约。 自己的心啊, 要和,要和,要喜悦。 人生到实际上来, 你自己都不和弦自己, 那就是苦恼有什么异计。 所以自己, 自己的内心要欢喜。 就是苦吧。 你能够相互哭, 这有欢喜嘛。 苦要是我们的整上缘, 苦要是训练我们的。 苦不是很不好的东西。 吃得苦重苦, 就要访问人上人嘛。 自行活跃。 人和呢,家庭活顺。 这个家庭就是不活不顺。 那我回家有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的人生的缘绕过我嘛。 那我回家家庭里面, 分子要活顺。 第三呢, 这个朋友人物要活精。 要不但博容啊, 尊重啊, 这个要互助啊, 要活精。 第四, 你从个人, 家庭, 这个朋友, 人儿, 才能学会, 活血。 到了这个社会, 大家都在活血, 像我们活尚嘛。 我只会提到这个活, 活平, 在南岸, 也要尝到活平。 所以这个活血的社会以后, 到最后, 就成了世界活平。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尝到世界活平, 你全面的基础, 自己都没有经历自己喜悦的心情, 都没有经历一个喜悦的家庭, 都不能经历一个喜悦的人物关系。 这个世界怎么能活平呢? 所以, 今天尝是一朵花, 尝也是一个很欢喜的, 一个, 这个, 的营养。 各位不妨, 受到这个尝的芬芳, 也接受这个尝的营养啊, 会更健康。 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啊。 我们,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啊, 感谢幸运大师给我们带来的, 深入浅出的, 精彩的演讲。 呃, 就是我暑假呢, 参加了佛光山的, 呃, 国际青年生命禅学营。 呃, 知道大师提出了一个理念, 就是,呃, 三好, 四给五合。 那么大师刚才已经阐述了这个五合。 能否请大师再给我们这地学子, 呃, 这个简要的阐述, 讲解一下这个三好和四给的精神? 谢谢。 呃, 你问那个, 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总国啊, 有一句话, 你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一个。 我们的音语, 动作, 工作, 就成为在佛教里叫做一, 就是三的二的。 就是行为呢, 这个行为呢, 由神级, 祖师, 所以这个行为, 神要做好事, 不要做造语, 不要做坏事。 柯呢, 要做好话。 柯不要造语, 不要说长话, 说坏话, 不要骂人, 不要说厨话。 那么, 心呢, 神口, 异, 就是行, 心意啊, 也是, 嗯, 要穿好念头,想的都是梅的,其实这个想好啊,就是我们的整圣梅,说好话嘛,要整话呀,才好话呀,宽话就不是好话了。 做好事嘛,就是圣嘛,存好心,就是梅嘛,所以这个想好,我们唱到这个人神,要想好运动啊,要修造圣意,就是要整身梅的人神。 你试着讲,像我从小出家,我一无所有,我在二十几岁到台湾的时候,我也没经过校校,我也不会做工赚钱。 但是我陈试了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这个,这个,这个,循陶。 全蒙这个富们的这种,老师们的,清脆大骂的教育。 我不会嫌弃去怪他们 我干净他们 所以在中共开放的时候 我把我孤独大悟地去挠死 我都前来到欧洲梅州去旅行 报答他们的恩惠 我觉得这个 我这超好处下 我在台湾 我也接受 我感觉大家 没有心情我没有用 所以让跟我配合 现在对了 进了几步隔四秒 也办了多少大交 办报纸办电台 其实都不是我的 都是大家的 但是这个大家的 他跟我有一个 我只能 我也没有办法有钱 布施他们 我也没有办法做工 为他们怎么样 但我可以 我也顶头 我有微笑 我有说好话 我赞美他 我鼓励他 我就带动一些 墙后 带动大家这种 这种 一种 奉发的 力量 所以因此 我就有些朋友 有些信徒 大家就跟我合作啊 所以刚才说 这给啊 是给 给他的信息 我给人的信息 我不要给人的烦恼 我要给他的希望 我都让他 叫他清楚 很美好 我要给他的欢喜 什么难看的事情 我都知道 我能接受 我比较有力量 他比较 翘落 所以他只能 成熟 欢喜 赞美 我给他 方便 方便就是 给他服务了 所以我的信徒们 他们每次 回到我们 福光山来 开会啊 我都不该 把他们当作信徒 我都是说 各位老板 这个台湾话 叫各位特改 各位老板 各位董事长 你们回来了 我们是一个 佛务的工作者 要向你报告 我做了什么 所以我只叫他 在佛教的 有句话 要做奉门龙像啊 先做众生麻牛 你一个人 要想做伟大 我叫他 从小开始 在过去的城门里 像鬼山 城市 他翻愿来人 在什么城下 做一条老骨牛 做一条水牛 为了佛物 这个好像地藏王 我不是地牢 谁是地牢 地牢不会空 施不成佛 但愿众生的离苦 不为自己求改劳 其实 神正懂得人生里 忙就是营养 苦就是我们一种力量 这个人生 如果不能吃苦 不能忙 不勤劳 不负责任 对人没有礼貌 人家不接受我 你再有本领也没有用 所有这个四季 三好四季 我再重塑一次 三好 说好话 做好事 穿好心 四季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欢喜 给人方便 谢谢大家 谢谢西明大师 我们记住 三好四给 每个人都记住 尤其我们做教育的 那是更加要记住这个了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各位 我们今天下午的 这个西明大师的海外取征 民事大讲堂呢 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西明大师的 对我们的教诲 也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各位